大家好 我是Philip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NICON Z8的更新 來到Firmware 3點 究竟這個更新有什麼新的功能呢 這段影片跟大家去看看有什麼新功能的改進 以及有什麼獨家的功能 我們一起去試一下這些新的功能 以及看看它的新功能 記得開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一起去談談這些新的功能 記得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試機啦 那次Z8的3.0更新除了有18個更新之外 其中有10個都是Z8獨家的 跟大家一起去看看這些更新 這次Z8 3.0更新了 可以利用SD 卡通過NX Studio 來創造一些你自己的Facebook Color Facebook Control 進入Z8內就像Z6.3 你可以用一些很創造的顏色 這些顏色就可以直接進入相機 讓大家拍攝的時候 更多不同的色彩可以調配 然後更容易直出的相片 當然拍照可以的話 拍片也一樣可以 在拍片的Menu中進入Picture Control 就可以進入所有設定的Facebook Color 亦可以在影片上使用 這也是很方便的 這次Z8 3.0更新了一件事 就是它的顯示輔助 就是大家拍N-Log 時 只要打開顯示輔助 其實那個顏色還原 就會更似Wed 出比Nikon的Lud 方便給大家監看 如果大家拍N-Log 又拍ProRes 進入FileCut 就可以有Metadata 進入之後 它會自動套用N-Log 亦可以記錄 零號資料 亦是公司資料 全部可以依靠Metadata 顯示在FileCut Pro 今次新增了一個功能 就是對焦限制器設定 可以設定到鏡頭最近的對焦距離 和最遠的對焦距離的限制 為何使用呢? 有時有些拍照的人士 他們拍照的時候 更精準地在那個範圍對焦 怕有時對焦距離後 不小心按錯了 所以限制了對焦範圍 會令對焦更快、精準 所以這功能也能幫到手 之前的像素移位拍攝功能 遙遙落 大家都可以拍32張照片 很多照片組成高像素的照片 今次更加改進了功能 就是可以連同曝光包圍 可以自己調整張數 亦可以調整曝光包圍的範圍 方便大家拍照的時候 可以更加多組成高像素的照片 新增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打開它的最大光圈 就是在Live View 時 打開最大光圈 可以令大家對焦 或者觀察景象時 更加容易吸收更多光 可以用最大的光圈去對焦 以及觀察Live View 這樣便可以方便 大家在暗光環境做對焦 或者觀察實時景象 今次更新 亦在AF 區域裏 這邊自訂的畫面 可以增加更多選擇 就是可以選擇更大的範圍 可以讓大家自由度更大 令攝影師需要一些不同的框框 去設定對焦區域的話 就會更加彈性 大家這方面都會幫助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之前有朋友說 用Highway Zoom 時 即是拍片 即是高解像的數碼變焦 沒有了對焦的框框 給大家看 今次新增的框框 就是在你做Highway Zoom 時 亦有AI 的 Checking 顯示 所以方便給大家識別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在機身裏執照 有時在執照完之後 他出來的照片 如果你再找回原相 是比較麻煩的 那次有個設定 可以一鍵跳回原本的照片 只要進入Menu 裏 設定 就可以在你執照上 直接跳過去原本的照片 有些人喜歡Heave Guard式 所以Heave 格式也是現在很新的格式 但今次也更新了 當你在機內執照的時候 亦可以出現Heave 格式 平時工作的時候 可能大家未必經常會洗卡 有時想Payback 不小心Pay了之前的相片或影片 給別人看 今次也可以在Menu 裏 調教Payback 時 限制不同的選擇 例如日期 令大家在Playback 時 更加不太容易給別人看 另外 在重播的時候 有些人不喜歡它做旋轉 有些人喜歡 我自己有時掛部機直身 旋轉時有機會認錯 因為我自己擺得不好 所以它可以讓你開放 是好事 有些記者朋友或很喜歡 用錄音檔錄音 給一些相片 令到之後 看相片或撿相片的時候 會知道當下發生什麼事 今次也是更新了的功能 就是可以外置的插咪 例如插無線咪 亦可以錄到聲音 進入檔案內 這也是方便給大家 用不同的咪的時候 都可以錄到的 另外今次 在C15 的連發模式之下 亦可以選擇JPAD 的精細度 可以使用標準或精細 讓大家選擇 ZF 中 大家都很喜歡的功能 就是AMF 的主體偵測 這東西在更手動鏡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在Z8 的三重更新 終於出現了 如果大家很喜歡ZF 的功能 現在Z8 都會有 今次的高頻閃力方面 亦有改進 就是在內裏新增了一些頻率的設定 大家可以按照不同的Pset 設定一些頻率 令到大家在LED Wall 或者在不同的閃頻燈下 可以設定一些不同的設定 令到減少閃頻效應 喜歡聞想聞到爆的朋友 今次是開心的 因為今次拍攝的時候 可以更新 可以放到400%大 可以足夠給大家聞想 另外用閃燈的朋友 如果你在使用Pofoto的A10 就會發達了 因為現在更新了 可以用Pofoto的A10 作為對焦輔助燈 所以大家在暗的環境下 又有用閃光燈的話 這支燈插在機頂 可以作為輔助對焦燈使用 這次先行試用3.0的Z8更新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大家記得留意官方的公佈 何時會推出這個3.0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個Z8的3.0更新 滿不滿意 歡迎下面留言一起聊 不論你滿意不滿意 或者功能上的東西 你想增加下去 或者你今次有些功能 覺得不錯 歡迎下面一起討論 還有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找更多新的東西 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更新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試機 拜拜